在上一次我们讲到了明朝政府内部以李善长为代表的淮西集团和以刘基为代表的浙东集团之间的争斗 这个矛盾的引发呀,导火线是一个叫李斌的人 这个人呢,是李善长的亲信 由于他犯了法,被刘基抓了起来 查清楚罪行之后,刘基啊,决定要把这个李斌杀了 那这个时候正好朱元璋外出了 李善长就去找刘基说情 刘基呢,软婴不吃,不买他的账 这样寒作罢了,刘基还写信呢,把这件事报告给朱元璋了 朱元璋看了信以后,勃然大怒 回了一封信,让这个刘基啊,立刻把李斌处死 不巧的是,这封回复恰好落在了李善长手里 他呀,知道刘基给他告状了,所以恨得要命 那么为了救自己的亲信一命 这个李善长啊,想了一个借口 他跟刘基说,京城已经很久不下雨了 先生您是熟知天文,这个时候不应该忘杀人吧 李善长这招可谓是老见俱华 他明知道刘基是通晓天文之道啊 就想以此为借口,来给这个李斌啊,留一条活路 你想啊,既然他这么说了,这个刘基要是坚持杀李斌 那好了,王后要是不下雨,就把这个责任啊,推到刘基身上 当时又没有天气预报,是不是 鬼才知道什么时候下雨呢 然而刘基的回答,令李善长非常的绝望 刘基答什么了 说了六个字,说杀李斌,天必雨 把李斌杀了,这天就下雨了 得,李斌啊,就这样被刘基杀掉了 李善长这个气啊,五脏六腑都快气翻过去了 于是,他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次反击 这个刘基为什么敢说那样的话 说杀了李斌,天一定会下雨呢 应该说他还是有一定的把握的 他确实是懂得天文气象的学问 可是问题在于,即使是今天的天气预报 他也有不准的时候,不是 这一回,这个刘基的运气就不大好 在杀了李斌之后,过了很长时间 也没下雨 等到朱元璋一回来,这个李善长 可是找着理由了 积蓄已久的这个能量就全都爆发出来了 他煽动了好多的人去攻击刘基 跟朱元璋那说刘基的坏话 说您瞧瞧,就是因为这刘基,他把李斌给杀了 在这个大汉之年,忘杀人命 老天爷生气了,不下雨了吧 您看看这怎么办 朱元璋他是个明白人 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来为难刘基 但是刘基自己知道 这地方啊,已经成了是非之地 我呀,待不下去了 不能在京城待了 这么多人都说我的坏话 那保不起哪天,皇上一生气就把我给宰了 于是呢,在当年的八月 刘基啊,请假回了老家 临走之前,正值是朱元璋头脑发热 想把首都建在凤阳 同时还积极的准备征讨北渊 这个刘基啊,还给了朱元璋最后的建议 他说,首都建在凤阳 那是绝对不成的 而北渊呢,现在还有很强的实力 轻易出兵也是不妥当的 临走呢,他说了这么两条建议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 刘基啊,又全说对了 应该说,当时的朱元璋还是很理解刘基的 他对这个刘基的儿子说过 说现在满朝文武都结党 只有刘基不和他们搞在一起 我是个明白人,我不会亏待他 朱元璋这次可真是被刘基给梦了 刘基并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他呀,在临走之前 已经布好了自己的一个棋子 这个棋子是谁呢 那就是杨县 杨县这个人是刘基的死党 他得到了刘基的指示 接任了御史忠诚的这个官位 准备对淮西集团 发动反共 这位杨县 他可也不简单 这个人韬光养晦 扶植高建贤等人 并利用严官的力量 不断的收集李善长的把柄 并在朱元璋的面前打这个李善长的小报告 说李善长无财无德 不能为以重任 朱元璋不是傻的 他知道杨县说这些话都是有目的的 开始呢 并没有为之所动 但是时间长了 这个朱元璋啊 老听这些话 他慢慢的对这个李善长也有了看法 有的时候呢 就对这个李善长是多有指责 并且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份 把刘基呀 从老家又给召回来 为以重任 这样一来呢 淮西集团就遭到了全面的打压 我们看看 刘基也回来了 也当了重臣了 这个浙东集团 眼看就要成了胜利者了吧 李善长啊 到这会儿就着急了 他明白自己已经成为了靶子 得跟刘基学学 找一个代言人 但是这个人呢 又不能太有威望 要容易控制 别待会儿 他把自己给盖过去了 于是啊 这个李善长就看中了胡为庸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选择 让他最终踏上了不归之路 胡为庸这个人在明朝可以说是相当的有名 他呀 是李善长的老乡 很早就追随朱元帐 却是一直的不得意 总是干些什么支线之类的小官 但是呢 这个胡为庸啊 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在得到了李善长的首肯之后呢 他成为了怀西集团新的领袖 那这场斗争 最终将在他的手中结束 就在浙东集团最得意的时候 这个事情啊 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由于刘基这个人 言语过于直接 说话太直了 拿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呢 就是没有沟通技巧 在朝里啊 好多人开始在朱元帐面前 说刘基的坏话 得罪的人太多了 人缘不好 那朱元帐呢 对这个阻止多谋的人 也起了疑心 您看这个朱元帐啊 到了这个时候 谁他都不信任 谁被人说了坏话 都会遭到朱元帐的怀疑 于是就有了后来那次 决定刘基命运的谈话 说有一天呀 朱元帐派人来找刘基 说呀 想单独和他谈谈 刘基一听 这皇帝找我谈话 我得去呀 马上就进了宫了 见着朱元帐 俩人就开始聊天 开始的时候啊 还比较和谐 双方就拉家常呗 你家里老人怎么样啊 孩子还不错吧 夫人也好 大家都好是不是 这个钱够花吗 无非是拉这些家常 可是呢 就在这个气氛 渐渐趋于融洽的时候 朱元帐啊 突然变换了脸色 用严肃的口气 问刘基说 说这个李善长啊 大伙都说他不好 我想啊 把他撤换掉 你说谁可以做这个丞相 刘基那人多聪明啊 非常的警觉 一想皇上 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啊 那肯定是知道 我和李善长有矛盾 试探我呢 他赶紧就说啊 这些事情还要请陛下 您来决定 朱元帐听了这话之后 这脸色呀 稍微好看了点 他接着还问 刘爱卿 你觉得这个杨县 怎么样啊 他能不能当丞相 这又是一个陷阱 朱元帐明知道杨县是刘基的人 所以他先把这个人提出来 试探刘基 刘基现在才明白 这回找我来单独谈话 这可是一次异常凶险的谈话呀 如果稍有不慎 就会人头落地 他马上回答说 杨县这个人 他有成相的才能 但是他没有成相的气量 不可以做成相 诶 朱元帐听了以后 嗯 比较满意 你没向着你自己的人说话 但是这个朱元帐的考验呢 还远远的没有结束 朱元帐接着又问了 那你觉得这个汪广阳如何呢 这是朱元帐挖的第二个陷阱 这汪广阳并不是浙东集团的成员 但是呢 朱元帐怀疑他和刘基有勾结 所以